四川最受欢迎的八道川菜 最后一道千万别错过 第一道 就这一道菜 一个人能吃完两锅米饭 两三分钟就可以搞定 不信你往下看 水开倒入豆腐 煮一分钟捞出 起锅油热下肉末 大火翻炒至变色 放将蒜小米辣 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 我每天都会分享家常美食 您就留个关注呗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倒入一碗我家的自然水 煮开后倒入豆腐 小火咕噜两三分钟 调味加盐鸡精 花椒粉 然后一定要少量多次淋入水淀粉勾芡 大火收容汤汁即可 麻辣鲜香 配上大米饭 简直是绝了 第二道 很多人都吃不回锅肉 可是在家怎么也做不出四川的味道 今天把我从四川大厨那里学来的 正宗川味回锅肉做法分享给大家 清水中加葱姜 料酒 五花肉下锅煮透捞出切成硬币厚的薄片 每天分享一道家常菜 点个关注 方便下次想吃还能找得到我 务不放油 倒入切好的肉片 煸炒出五花肉里的鸡油 放葱姜蒜 18粒豆豉 一勺豆瓣酱 生抽 老抽 一起炒香炒上色 最后倒入青椒和洋葱片 青蒜叶 大火翻炒至青椒断生即可出锅装盘 这样做的回锅肉好吃特下饭 赶紧学着做起来吧 第三道 谁煮肉片 很多人都爱吃 但在家总做不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简单的家常做法 首先把里脊肉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加盐 胡椒粉 葱姜水 拌个蛋清和一勺红薯粉 给它抓半至水分完全吸干 再来一勺食用油锁住水分 油热放姜蒜小米辣 一勺豆瓣酱和一块火锅底料 炒香炒出红油 加入适量的清水 开锅煮两分钟 捞出料渣 加盐鸡精 生抽 老抽调味 倒入自己爱吃的配菜 煮熟捞出垫入碗底 再均匀地下入肉片 煮熟后轻轻地推动几下 连汤汁一起倒入碗中 放蒜末 葱花 花椒 撒上一层辣椒粉 和白芝麻 最后淋一勺热油 激发出香味即可 学会了你也 赶紧做起来吧 第四道 酸菜鱼很多人都爱吃 但是在家总做不好 今天就把方法分享给大家 做法就跟煮开水一样简单 首先八块八一条的黑鱼鱼 沿着这背脊骨切开 再片取鱼排 鱼骨剁成段备用 再把鱼片斜刀45度 片成3毫米的薄片 我每天都会分享简单的家常菜 您就点个关注吧 让您的家常菜丰富起来 切好的鱼片 加葱姜水 盐 胡椒粉 鸡蛋清 少许淀粉 抓拌腌制10分钟 由热下鱼骨煎制两面金黄 放葱姜泡椒 切好的酸菜 一起炒出香味 这时候要冲入开水 加盐鸡精 胡椒粉 大火煮10分钟 至汤汁浓白 然后捞出鱼骨垫在碗底 再慢慢地加入鱼片 中小火煮30秒 然后放蒜末 花椒 干辣椒 葱花 焦热油激发香味 这样做的酸菜鱼 汤鲜味美 鱼肉嫩滑 喜欢你也关注收藏起来试试吧 第五道 很多人都喜欢吃辣子鸡 但是总是把鸡肉吃完了 辣椒却倒掉了 现在辣椒这么贵 总感觉很浪费 今天10秒教会你 我做的方法 辣椒比鸡肉吃得还快 首先我们把剪好的辣椒段捏一捏 再用筛子把辣椒子过滤出来去的 然后用开水浸泡20分钟 做辣子鸡最好选用鸡腿肉 连骨头一起剁成小块 然后放盐 胡椒粉 料酒 生抽 老抽 一个公鸡蛋 淀粉抓拌均匀 腌制10分钟 碗里加一勺白芝麻 一勺淀粉 抓拌均匀 像这样就抓拌好了 油温5成热 下辣椒段 炸至辣椒飘起变色 捞出控油 然后把油温增高至7成热 倒入鸡块 迅速地将它推散开 小火慢慢地炸 给它炸给干一点 这样吃起来会更香 每天都在用心的焦做菜 就麻烦给个红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炸至四面金黄 就可以捞出来 锅留底油 放姜蒜 花椒粒炒出香味 再倒入鸡块 辣椒 放盐 白糖 大火翻炒均匀 最后放入葱段 就可以出锅了 辣子鸡这样做 辣椒酥脆 鸡块干香 喜欢你也赶紧试试吧 第六道 你们要想吃宫饱鸡丁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鲜香滑嫩 好吃又下饭 两块一斤的鸡胸肉切成丁 切好的鸡丁加盐 胡椒粉 料酒 生抽 一个蛋清 一勺淀粉 抓拌均匀腌制十分钟 碗中放生抽 少许老抽 米醋 鸡精和白糖 一勺淀粉 一勺清水 搅匀调的料汁 热锅粮油倒入鸡丁 滑熟以后盛出备用 另起锅放葱姜蒜 花椒丹辣椒 一勺豆瓣酱 炒香炒出红油 放入配菜 炒至断生 倒入炒熟的鸡丁 调好的料汁和十八粒花生米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 这样做的宫饱鸡丁 麻辣鲜香 好吃又下饭 学会了你也做起来吧 第七道 就这个鱼香肉丝 你可别总去饭店吃了 今天我就把好吃的家常做法分享给大家 切好的肉丝加盐鸡精 生抽 葱姜水 抓至肉丝细薄水分 再加一勺淀粉 按这个顺序来肉丝又滑又嫩 最后一勺食用油锁住水分 碗中加适量清水 生抽 陈醋 白糖 淀粉 这个汁可以做各种银香菜 锅中油热先把肉丝下锅滑散滑熟 锅留底油葱蒜末炒出香味 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浇做菜 您就给个关注吧 方便下次想吃不会做随时找得到我 放胡萝卜木耳四番炒至断生 倒入肉丝淋入鱼香汁 加轻红椒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鱼香肉丝太香太好吃了 你也赶紧收藏做起来吧 第八道 很多人都喜欢吃毛血旺 但在家里始终做不出饭店的味道 这么大一盆饭店里要88 自己在家做只要8块8 做法一点都不难 只要会烧开水就能学会 首先将鸭血和午餐肉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本来正宗的做法里面毛血旺要放晒雨 我们在家制作食材就尽量节约点 起锅热油下入葱姜蒜 一勺豆瓣酱 中小火爆香激发出豆瓣酱的香味 再下入一块火锅底样 小火慢炒炒出红油 加入99度的长江水 调味加耗油 白糖 鸡精 生抽提味 开大火煮开下入喜欢吃的配菜 烫熟后捞出备孕 再放入鸭血和午餐肉 先煮个30秒 再倒入毛肚 烫15秒马上捞出来 倒入剩余的汤汁 再放蒜末 花椒 干辣椒 葱花 淋上滚炭的热油即可 麻辣鲜香非常下饭 喜欢就点个赞收藏室做吧 非常感谢